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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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現在我們在收基灣站的HR 走出來 前面都有巴士站 就是9號巴士 去石澳的 字幕提供 都多人 不過很快 現在夏天更多人 因為可以游泳 剛才我們在收基灣 巴士站 坐這個9號巴士 大約都要35分鐘 到達了石澳 這個位置可以走過去沙灘 看周邊有很多小店 這間 都多東西吃的 有時我們來石澳都很喜歡 茶餐吃東西 這個位置是分叉路 左手邊就是石澳村 右手邊就是沙灘 我們就向這邊走 這裏走進去 這裏走進去 這裏很多遊客 通常我們來的時候 都是去沙灘多 石澳村 比較少走 很寧靜很舒服 這裏走進去 一邊走進去 這裏走進去 不要大聲 左邊兩邊都是民居 近海邊的村莊特別寧靜 感覺很舒服 不在這裡走 商店人不多,前面有一間士多 最多食物應該就是巴士站下車 將近石澳永坦那邊 比較多商店 這條馬路也不多 我們沿著這條路一直走過去 找回情人橋的位置 剛才在那方向走過來 其實是一條斜路陰陰的 今天氣溫都不錯 現在應該是20度左右 有些太陽 來救我們玩就是一流 走前一點,看到海邊 好美 走過這個位置看到這個路牌 石澳山仔路 然後走前這裏 一直走下樓梯轉左邊 就是情人橋 在這裏 海景很美 看看這個位置 拍照很棒 來到這個位置 有條小路 我們下去 走過這裏就是海邊 嘩,這裡 好美 到了到了 就在這裏 這裡見到了 藍色的石澳情人橋 嘩,好美好美 這裏真的好大路 小心啊 不要走出去 風景就好美 情人橋 不是很長 很短 不過過來拍照 真的OK 風景不錯 前面的衣服很高 不知什麼名字 剛才在這裏走下來 這條藍橋 又稱為情人橋 看看這邊的景觀 最右手邊可以看到 將軍路 那條橋 這個位置可以走進去 有人走出來 走過去看看 先看看 到這邊了 可以走過去 又大風又大浪 真的小心點 不適合油水 不要走過去了 有時候風出來了 浪一蓋上 就會危險 對面就是石澳村 風景真是漂亮 先看看這邊 這邊又沒有那麼大浪 這邊安全一點 先看看 水很清 真的很清 很清晰 那邊大浪一點 不要走過去 就在這邊看 那邊更厲害 風 水真的很清 看到底部 第一個 從這個位置走進去山路 其實周邊都有很多衝 öz 我們坐一下 一下 entend風景 看清楚可以看 來到遠 grad 就不逛了,逛幾步,看看是甚麼地方 來到這裡,這裡有個位置 我小心點 這裡可以落到下面 不過還是不要落了,因為高 這裡很危險 繼續上,看看這邊 走上高處位 走過來 好好風啊 看到甚麼景 走上這個位置 看到剛才的大石 這個景觀很美 這邊有人,看看是甚麼景觀 看看海景 先看看 嘩,好漂亮 真的很漂亮 看到前面石號村 繼續可以上 不過這裡安全一點 有些圍欄在這裡 你看,真的很大浪 最前面 看到將軍澳 這裡轉回右邊 也是一個高處位 嘩,還有很高 可以走得很高 最上面那裏有個人 看得到,那裏有個人 不過我們不走那麼高 這條山路都頗好走 好舒服 又不是好斜 其實我頗喜歡石屋這個地方 因為近海邊 又可以欣賞海邊的風景 又可以游泳 這個地方都頗漂亮 沿著山路一直走下去 去石屋村 另外一個角度 回來後的景觀也是漂亮 很快來到石屋村和石屋泳灘的分岔路 我們現在去找東西吃 這裡兩邊有兩間,應該是泰國餐廳 來的 不過我們今天心目中都是 找回一些茶器 之前來的石屋都是 光顧那一間 看多不多人 那間叫林家園 前小小的那間 今次幫了這間 林家園 位於石屋村 一個飯五十多元 這間餐廳 地道一點 找個位置 這裡這裡 餐蛋麵 餐蛋飯 那些就快一點 通常都是選這些 小小小 你們想吃什麼 這些就快一點 這間餐廳 又夠地道又夠西法 價錢又大眾化 我們三個人 買了三碟飯 豬扒 很漂亮 煎得很漂亮 我吃這個餐蛋飯 五十元 然後弟弟和黃絲拉 就吃豬扒蛋 飲料是另計的 我要一杯凍檸茶 這個餐廳 小弟 是不是 豬扒蛋很新鮮 不過看得出 真的很漂亮 你吃不完豬扒 多餐 是不是很嫩 真的很嫩 我們來石屋村都吃 這間茶几 人禮貌又非常好 吃完飯 我們走過來海灘這邊 石澳海灘 這裡出了名 水清沙幽 不過現在冬天又游不到水 看看下面多不多人玩 走過來了 看看 好美 我比較喜歡這個沙灘 有些人在這裡曬太陽 這邊有一間餐廳 好大風 吹過來海風很涼 沙灘也算很長 看過這邊 那邊可以燒飯 以前讀書 很喜歡來這裡燒飯 前面就是公廁 然後還有一間餐廳 風景真是好美 走完沙灘了 我們準備去鹤咀 去巴士站坐 九個巴士 前面巴士站在那裡 不過剛才我們在這間 林家園吃東西的新聞 職員 就教我們在對面 坐九個巴士 非常之好 剛才你們真的 解答了我們很多問題 我們不懂得去的地方 都說得很清楚 這檔林家園 OK的 很快 由石澳村那裡 其實兩三個站 幾分鐘 坐了這部九個巴士 來到這個回旋處 就是學咀道 另外這個位置 就是有一部小巴 可以去回收基灣 我們就由這個位置 下去 不過進來之前 記得 問問 那些車 進不進來 喝水 問清楚 因為有些車不會進來的 好舒服 現在沒有太陽 大約是下午1點半左右 今天郊遊 真是非常之好 來到這個位置 停一停 看看景觀 看到很遠的位置 看到淺水灣 和赤柱 沿著這條路一直向前走 大約走一個小時的路程 就可以走到 學咀燈塔 和雷陰洞 當日我們走了15分鐘的路程 突然下起茫茫細雨 所以就沒有繼續走下去 期待下次可以再來 請下集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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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下集結束